接着带您看到台电的东部发电厂为了要善尽企业社会责任及回馈地方 奖励发电设施所在地区的清函及优秀学生敦品力学 在17号是颁发了奖助学金 而在花莲区有868位学子受惠 那么学生表示都相当的感谢 台电东部发电厂厂长李崇毅表示 电厂秉持着诚信关怀服务成长的经营理念关怀地方 从民国79年就开始办理奖助学金的颁发 嘉惠电厂所在地的青年学子 鼓励他们可以用功读书 日后学有所成对社会有所贡献 那我们今天颁发是电力数学金的一个颁发活动 那这个的话我们从民国79年开始的话 都会颁发电力数学金的一个活动 那邦化对象的话最主要是 针对我们电力所在设施的一个相关乡镇 像树尼乡、南澳乡、还有收工的七口村 甚至吉安乡的南华的150到17岭 以及那个甘藤村 只要学子涉及在那一个地方的话 成绩符合的话都可以申请我们奖学金的一个补助 那我们今年的除了少数没有办法达标之外的话 我们的录取率几乎是98% 几乎是有申请的话就有录取 那我们的目的最主要是鼓励这些新兴学子的话 能够努力向学 将来能够学得一技之长 贡献社会成为社会的中间分子 台电东部发电厂今年颁发金额总共是460万 奖住名额有1,210位 包括各级学校的优秀和贫困学子 其中秀林乡就有868人受费 而南澳乡有342人受费 领到台电的大红包 受奖人都非常感谢 这是我第一次领到我女儿 这是5万年 这是大学的 对她大学 我们的家境也不是说很有钱 台电给我们发这个是 等于不是发给我们 这是给孩子学业 我觉得可以加会一些孩子们 他们可以在一些困难的时候 他们可以接受一些帮助 吓到了很开心 因为小孩子也是很开心 因为我都让我小孩子知道说 你有达到这个目标 但是我会支持他 因为他今天是考试 因为他也是很开心 说妈妈我也得到这个奖励 我会支持努力这样子 他说很谢谢 谢谢台电这样子能收到这个奖金 谢谢 台电东部发电厂奖入学金 国中国小受奖学生 委员学校来推荐 只要符合申请标准都全部录取 而高中大学硕士班 才艺及特别助学金 是由个人来申请 录取率有98% 这是每年度 让地方的清寒优秀学子 相当期待的一项奖学金发法 介统会幻视报道